今年夏天 欧洲杯烽火重燃 德国进入了足球之下 2024年 欧洲杯有24支球队登场 近300万球迷亲临现场诸位 数十亿观众在酒吧 餐厅或家中观看比赛 赛场上 激战拼杀在赛场边 闪烁的广告横幅 爆满的酒店 售庆的啤酒 这都显示着 这不仅是一场高水平的足球赛事 同时也是一个巨大的商机 那么欧洲杯怎么赚钱 谁在赚钱 谁在花钱 欧洲杯的经济红利 能够拉动最近日子并不好过的 德国经济吗 欢迎你收看本期的 一看你就懂 欧洲联5A法是欧洲杯的承办方 德国是东道主 比赛在慕尼黑 法兰克福 汉堡等10个城市的体育场举行 7月中旬 在柏林的奥林匹克体育场举行决赛 一场持续几个星期的赛事 到底能赚多少钱呢 本届欧洲杯预计能带来24亿欧元的收入 其中大部分收入 在来自电视转播权和行销权 这其中就包括了赞助费 今年的欧洲杯赞助商中 有可口可乐这样的老牌企业 还有德国队的长期合作伙伴Adidas 除了这些熟悉的品牌之外 如果你看过今年欧洲杯的比赛 你也许也会注意到 今年的赛场上 有不少中国赞助商的标志 比如速卖通或者是海信 你还能看到支付宝 他乡欲估之这样的中文广告词 难怪有中国的球迷调侃说 这么多中国的系列赞助乍一看 感觉像是在看中超 的确赞助商的秀场上 中国是主力的阵容 在欧洲杯13个主要的官方赞助商中 中国的品牌就有5个 他们分别是海信 比亚迪 蚂蚁集团 vivo和速卖通 他们占据超过三分之一的席位 创下了历史记录 那中国公司需要花多少钱 才能拿到欧洲杯 绿营场边的广告位呢 金浪财经指出 虽然没有公布具体的赞助金额 但预计5家中国的企业 每家至少需要支付 4000万到5000万的欧元 才能在欧洲杯的 绿营场上占据一席 在这样的大型赛事中 只能增加曝光率 是不能带来直接的销售 砸下巨额的赞助费 做广告 对赞助商们来说 这有多值得呢 我们就拿海信集团为例 作为第一个赞助欧洲杯的 中国品牌 海信在2016年 就已经在赞助商的阵容中亮相 在这届的欧洲杯期间 海信在法国的销售额上涨了300% 在今年的赞助商当中 国际电商平台速卖通 已经收获到果实 根据该平台的数据显示 在官宣成为欧洲杯的官方合作伙伴之后 速卖通的足球用品销量同比增长80% 西班牙法国成为5月足球销量最高的国家 因为疫情推迟到2021年举行的欧洲杯上 支付宝Vivo等中国的公司也纷纷加入 今年中国的赞助商比上市更多 这一趋势足以说明 赞助欧洲杯会有巨大的回报 不过在汽车闻名的德国举办的欧洲杯中 主要的赞助商名单比亚迪名列其中 但是宾市还有和欧洲联 从2018年到2022年连续四年的合作伙伴 大众汽车都不见身影 这难免让人感到惊讶和讨论 大众汽车一位公关负责人 接受德国经济周刊采访时回应 大众需要提高效率和削减成本 以确保未来的生存 换句话说 这就是没钱没赞助 对欧洲联来说 资金到位才是最重要 毕竟钱落贷为安 赞助合同意味着总共20亿欧元的收入 此外还有门票 饮料销售 还有贵宾包厢也能赚上一笔 不过也得花钱 预计欧洲联支出的费用是6.5亿欧元 其中包括3.31亿欧元的比赛奖金 工作人员的薪资 还有裁判费等等 收入减去支出 欧洲联的最终收入是17亿欧元 按照和德国政府的协议 这笔钱是不用交税的 对德国来说 这意味着将失去大约2.55亿欧元的税收 而作为东道主 德国还得忙着翻新体育场 请安保人员等等种种花钱 不但没有税收 为了欧洲杯 还得支付6.25亿欧元的巨额站单 10个主办城市大约耗资2.6亿欧元 用于球迷区的建设 1.65亿欧元用于翻新体育场 安保费用也高达1.5亿欧元 耗资如此巨大 到突来是不是一场穷开心呢 德国是不是赔钱了 不用担心 并不会 欧洲杯将吸引大约60万 来自世界各地的游客 尽管酒店价格飙升 订单还是爆满 举办比赛的城市酒店 尤其一方难求 在有着啤酒之国称号的德国 还没有从疫情打击中 恢复元气的啤酒行业 也巴望着借着这个机会 消费能增长4% 这个数字不是梦 带着热情冲动和手中的钱包 球迷们已经来了 还在小组赛的阶段 就有媒体报道了 球迷把德国酒馆的啤酒喝光的消息 在6月中旬的周末 英国和塞尔维亚队 在距离Dusserdov-Dusserdov 不远的Gazen-Kisset体育场对决 大批忠实的英国球迷们 提前抵达为球队助威 来音邮报报道 整个周末Dusserdov的啤酒都在热卖 而6月16号周日两队比赛的当天 德国最主流的啤酒品种 皮尔森啤酒 在整个的老城区几乎都卖光了 这一天在酒吧里的 还有等着接下来一天比赛的 奥地利和法国的球迷 不仅酒馆 德铁上的啤酒也卖翻了 6月14号 欧洲杯开幕 德国铁路运营商就表示 开赛后的几天之内 火车上的啤酒销量就翻了一番 6月14号到19号 还不到一个礼拜的时间 球迷们在火车上就喝掉了 大约4.46万升的啤酒 是平时的两倍 这还不包括自带上车的酒精饮料 除了啤酒之外呢 其他的饮品还有零食的销售也出现了激增 其中呢 面包卷还有香肠的销量都脏价了63% 然而德铁虽然靠着卖啤酒香肠能赚不少钱 但是球迷的大量涌入 让本来就被诟病经常玩点的德铁 更是不堪重负 闷热的车厢 频繁的延误 以及被取消的车次都称为欧洲杯上的尴尬 前往慕尼黑和Gazen Kischer火车的延误 导致球迷滞留数小时 引发游客们抱怨笑语低下 除了餐饮业 零售业也希望可以增加38亿欧元的额外收入 玩具 球衣 电子产品等各路的商家 都想尽办法挖下一脚欧洲杯的金矿 比如有面包店在六月末德国对决丹麦 晋级赛的当天早上 应景地推出了以德国队主教练命名的 创意足球便包Nagelsmann 不仅待德国 世界各地的商家也能吃到这场足球盛宴的红利 欧洲联表示 欧洲杯的覆盖范围超过了50亿人 远远超过了地球总人口的一半 其中就包括数千万的中国观众 许多中国城市的夜宵费持续升温 酒吧延时运营 另外夜宵外卖和欧洲杯也很搭 根据外卖平台饿了门的数据显示 欧洲杯开赛以来 0点到凌晨4点间的外卖订单量 环比增长30% 尤其是德国队开启的首场揭幕战 直接拉动当天凌晨2到3点外卖订单量 环比增长32% 此外距离千里之外的浙江义乌国际商贸城 也订单大增 球衣旗帜等等商品 外贸内销一片繁忙 不过尽管餐饮旅游和零售业商家齐发力 但是经济学家认为 这些收入都不会对经济产生巨大的影响 能够提振经济增长的 其实是一个看似和钱没有太大关系的词 信心 在经济学的概念当中 信心是实现增长的一个尤为重要的环节 人们对未来有信心和乐观的情绪 才会消费投资买房各种买买买 然后经济就真的会被带动起来 反之如果对未来信心不足 人们就会使用各种可能的经济手段避险 就可能会让经济陷入衰退 享受激情和热闹 忘掉忧虑和烦恼 高兴了在花点前 这就是赛事的经济学 一届顶级的体育大赛给国民最直接的信息 无疑就是夺得冠军 意大利就是一个例子 赢得2020年欧洲被冠军之后 意大利举国上下一片欢腾 乐观情绪促进了消费 在食品和饮料 烟酒家庭用品和服务 交通娱乐文化方面 民众都愿意花钱 经济学家估计 这推动了意大利国内生产总值的增长 国际政治媒体Politico报道 意大利夺冠带来的短期经济效益 可高达40亿到120亿欧元之间 虽然在今年的欧洲杯 意大利已经早早出局无援八强 不过没有冠军 意大利的经济也能实现增长 近几年的意大利已经从一个欧洲的问题学生 变成了优胆生 正在迅速成为欧洲的增长引擎 该国经济在上一季度增长了0.6% 而在同一个时期 一直被视为欧洲经济增长的主要引擎 德国经济萎缩了0.3% 金河组织预测 今年德国经济的增长率为0.3% 而德国权威专家预测增长率比这个还低 仅为0.1% 在这种情况下 德国当然期盼欧洲杯能让德国重现2006年的夏天同化 在2006年的世界杯上 当时任容年轻的德国队主场作战 出人一料地拿下了第三名 根据德国工商总会的统计 这让德国当年的经济增长率提振了0.3% 还增加了5万多个工作岗位 不过也有人对此提出质疑 德国经济研究所已经泼出冷水一盘指出 国际足球赛事对经济的影响被高估了 虽然有望带来额外的收入 但是预计不会对今年的总体经济产生重大的影响 不过短期的效益的确是有的 该机构估计欧洲杯预计将在第二季度 推动德国国内生产总值增长0.1% 可不要小看这个0.1% 它意味着大约10亿欧元的产值 无论是否能够长期拉动经济增长 数亿万球迷观战的这场足球赛事 背后的确蕴藏着巨大的经济效益 对一些人或是国家而言 欧洲杯将会带来几周甚至更长远的丰厚利益 而对另一些人来说 这场赛事则是一个烧钱的深坑 你有没有被欧洲杯烧到呢? 你最看好哪支球队 你有喜欢哪位球星呢? 留言告诉我 欢迎你收看本期的一看就懂 德国之声为自由决策提供自由资讯 感谢收看欢迎订阅 我们下期再见